关于SR7你可能知道的是 它是由洛克西德大名鼎鼎的臭油工厂研发的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其实它还有个联合研发方 苏联 怎么回事呢 当依靠加力燃烧在25000米的高空中 以3.2马和的速度巡航时 尽管窗外的空气压力 几乎只是连地面3%都不到的真空了 可是在SR7驾驶舱的外部 磨擦深热 还是将这里的温度带到了220摄氏度的水平 跟家用烤箱里面的最高档位保持一致 到了机翼前缘 温度已经高过了电烙铁 而与加力燃烧时一强之隔的 发动机短舱外部温度 则高达560摄氏度 普通的航空材料都扛不住了 唯有钛和不锈钢能够一战 但前者的重量只有后者的一半 所以当之无愧成为了SR7的首选 最终占掉了机身结构重量的93% 也就是30吨中的27.9吨 这里要花掉大量的钛矿才行 可惜美国没有钛 哪有钛呢 它的头号对手苏联 于是CIA就行动了 在注册了大量的空壳公司 围造了大量的交易数据后 它终于得以从苏联那 将所需的钛矿室进口了回来 把它们变成了25架SR7 而开开心心的数着美元的苏联人 却始终不知道自己卖出去的钛 竟然又飞回来了 只不过加了眼镜 顶着它而已 请问供应该是孔格废〉 感谢观看